2月8日,荷兰前首相德里斯和妻子尤金伊 以安乐死的形式手牵手一起告别了这个事件 他们夫妻相守了70年 二人离去时都享年93岁 去世后被安葬在他们的家乡荷兰奈梅亨市 2019年,德里斯在一场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脑溢血 此后他再也没有完全康复 而他妻子的健康状况也不容恶观 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 深思熟虑后,他们最终做出了这个决定一起离世 年华虽老去,但德里斯始终称他的妻子为My Girl 二人用时间和生命诠释了真爱至死不如 这位荷兰前首相德里斯也是很传奇 1931年出生于荷兰北布拉班特省哈尔德罗普 从小到大读的是教会学校 1955年获奈梅亨大学法律博士学位 他身上有着浓厚的传统天主教徒烙印 印象中是保守派 但事实相反 德里斯偏偏加入了以改革和激进著称的基督教民主党 从此走上了打破各种教会禁忌的道路 也是在1955年 德里斯大学毕业那一年 他拿到了职业法律文凭 也在不久后结识了一生的至爱有精英 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两人于1958年结婚 从此相伴一生 婚后生了三个孩子 后来还有七个孙悲 1977年12月19日至1982年11月4日 德里斯担任荷兰首相 退休后他变得更为左翼 甚至被开玩笑称视最左翼中的一个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和王后马克西马 以及退位的女王贝亚特利克斯 公开表达了哀悼之情 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 缅怀德里斯泛阿赫特 他在动荡的时期承担了行政责任 并以其鲜明的个性和丰富多彩的风格激励了许多人 他对我们国家的承诺 以及对维持社会联系的承诺 值得高度赞赏 荷兰选择安了死的人数 呈指数计增长 荷兰是欧盟仅有的三个辅助死亡合法的国家之一 人权组织认为 这赋予了与绝症或治残疾病做斗争的人们 以人道方式结束痛苦的权利 夫妻选择一起结束生命的情况也在日益增长 2020年是有26人与其半年同时获得安了死 2021年为32个 2022年为58个 与此同时 跟踪死亡情况的荷兰区域监测委员会ROOT数据显示 2022年有8720人通过安了死结束了生命 比前一年增加了14% 这一数字占该国所有死亡人数的5.1% 但考虑到研究表明 大约20%的安了死死人没有被报告 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在各个权利团体的倡导下 荷兰政府正在努力让更多人能够实施安了死 2023年4月 荷兰宣布父母可以对12岁及以上绝症儿童实施安了死 并计划出台法律 扩大对1岁至12岁绝症儿童的安了死规定 安了死在几乎所有欧盟国家仍然是非法的 荷兰 比利时和卢森堡仍然是欧盟内仅有的三个 提供合法协助死亡的国家 在这三个州中 比利时的法律最为宽松 没有最低年龄要求 瑞士也提供辅助死亡服务 但近年来规定更加严格 在荷兰前首相夫妇携手选择双人安了死后 安了死再一次引起大家的关注 荷兰前首相夫妇两人的健康状况 都一直处于脆弱的状态 考虑到他们年事已高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他们决定最好一起过世 他们的死亡反映了荷兰罕见 但不断增长的双人安了死趋势 一些夫妻同生同死的愿望 都得到了实现 尽管有媒体将这种死亡方式 描述为最悲伤的死亡 但也有网友表示 能够在晚年和久病沉科时 选择有尊严的离去 反而是一件好事 而夫妻两人能够同时携手离世 又何尝不是一种浪漫 感谢观看